有時候蔡英文跟賴清德打完 會來打你 這也是人家跟我講的 人家說 小英 今天小英怎麼打賴清德以後 就怎麼打你 我說清德好害怕 因為賴清德現在在支持 賴清德現在年輕的支持度上 你贏過他百分之四十個百分點 那這部分 沒有啦 民調看看就 你怎麼不說我那個長者的族群 數到四十個百分點 一樣嘛 但是你現在你的鐵本數是在下滑 他們說跟你是減少你的曝光物有關 我也覺得認真做事就好了 那個網路聲量是差不多就好了 每天還是做事比較重要 那你的鐵本你有覺得有萎縮嗎 我覺得是這樣啦 其實越成熟的國家 那種說什麼激烈的支持者會越來越少 其實我跟你講真的很民主的國家 民主前進國家 投票率都差不多五十percent的就很高了 反正那種 那種比較民主不成熟的國家 投票率才那什麼八十趴的那種 所以老實講越成熟的國家 國民就越來越 比較平常心 比較平淡